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港持续蔓延 截至3月29日下午4时 香港累计确诊个案总数增至641宗 香港玛丽医院级正式顾问医生蔡振兴 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此次香港各医院都做了充分准备 至今医护零感染 1月23日香港出现首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香港的抗疫之战也正式打响 2月9日蔡振兴所在的玛丽医院级正式 收到了第一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病例的不断增加 为前线医护人员带来不少压力 玛丽医院级正式 每天要接收220个病人 其中有近三分之一是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因为有感染风险 穿戴防护用品 接诊 运送病人 治疗的整个过程都不能松懈 长时间的高度注意力集中 是前线医护人员的疲劳主因 因为这个就叫交叉感染 所以那套衣服每一次都要换的了 最大的就是疲倦 所以你每次重复做相同的 穿衣 脱衣 洗手 脱手 其实是每一次 因为你很认真地做 其实是个人很累 不可以碰到这里 不可以碰到那里 前线医护人员所要穿戴的防护用品 包括保护帽 面罩或眼罩 M95口罩 防护衣 手套等 脱掉全身装备的每一个步骤间 都要洗手20秒 整个过程要洗手超过5次 另一个让医护人员疲劳的原因 是所面对病人的不确定性 确诊个案中 有患者并无明显病征 所以每一位病人都可能是潜在确诊者 每一次接触都不能马虎 虽然累 但蔡振兴称 对比起2003年非典时期已进步不少 今次其实我们是吸收了很多 2003年34年经验 所以如果你看回香港其实是比世界很多其他先进国家 欧洲 美国 英国 都好 很早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这个负压病房 个人防护装备的我们有个储存 我现在都数不到我们有几个国陈国安 但我们的同事都仍是能够保持到我们医护人员是零感染 我们觉得这个是很难得 在抗疫的过程中 蔡振兴形容急证事如球队的守门员 需要准确甄别免疫力确诊个案 不给病毒继续传染的机会 大部分的个案都是经过我们急诊室确诊的 即是一对球队 我们像是守门门那个人 不是踢前面冲锋的人 接受了每一个求 不要让他入网